Hello 大家好 就是跟大家簡單交代為何我這麼久才拍這個系列呢 就是因為我前陣子講完這個系列之後 我就發現我開始不太對勁 有一點覺得不是很對勁 然後再過一天 我就突然發現自己的黑曜石牙色了很多 牙色了很多 完全不是我平時戴的黑曜石 事緣就是有一次我自己也不是怎麼發現到的 是我女朋友突然間跟她出街的時候就說 咦 為什麼你的黑曜石牙色那麼多 然後我就再看一看 哇 是的 然後再看一看 哇 什麼事 暗淡無光 整件事是很恐怖 接著我們就在想一下 是否究竟上一次直播 就是講這些東西有些關係 就靜化 保持著正化 保持著在這裡搞很多東西 還有都停了一段時間才 今天再跟大家說回這個題目 首先很簡單地說回上一集 就是先說了些什麼 我怕有些新的觀眾就不太知道 如果詳細的話就看回我對上一集說了什麼 就是關於柬埔寨的少許經歷 上一集大概就說到我有一年 剛好就是大學的年一的時候 就參加了個program 就是去柬埔寨的 我個人就是比較 就是容易一點點的 我就不太知道為什麼 你不要問我 就是我媽媽她從小到大都是 很盡可能 求神拜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總之是很照顧我這個東西 而我妹妹和我哥哥都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去柬埔寨的時候 她都千叮萬燭叫我小心點 還有給了很多護身符 但是去到都是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 就是突然間有一次 就是在我那個老師的宿舍 因為我那時候是去義教 就是住在那些老師的宿舍 就是突然間盜門就關了 是同時間廁所也關了 那時候最考慮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開不了盜門 這個才令我害怕 是不是 然後我就立刻睡在這裡 然後就很害怕 那去到起床的時候 就是明早起床的時候 就當我教班的小朋友的時候 就發現我原先戴著那條 紅繩有一個玉咀 然後就不拿見了 連繩都不見了 OK 然後就找不回 所以整件事是 就是那一刻就很害怕 就是打電話給老母 就是問她有什麼解救 對 跟她說回這件事 那她之後都OK的 就是跟我求回另一個玉咀 那今集呢 那就是要說 說一些其他東西 那就是說鬼故的 是的 那這一宿呢 又是很恐怖 又是很恐怖 我到現在 哇 畫面都是溺溺在目 那就是關於泰國的一些親身經歷 那先說明 我這些真的不是溺溺那些 就是外面那些溺溺那些鬼故的忘舊 就是我所說的 我全部都是親身經歷 試完就是我大學的year 2的時候 那我就 上莊 不知大家知道什麼上莊 主要是 加入了一條團隊 然後做了一些委員會 那之後呢 那我們就 談好了就 一個二教就去大陸的 一個二教就去泰國的 那我最後就 就去泰國那邊 就看著那些參加的二教 但我媽媽那時候都很害怕 然後她就 做了一條新的紅線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想令到團費便宜一點 所以就不會訂購那些很貴的酒店 我們就打算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去吸引那些人參加二教 到最後呢 我們就選擇了某幾天就住那些民宿 之後再過多幾天就住那些酒店 這樣就算那個錢其實是便宜一點的 我們住那些民宿就很奇怪 因為我們那間房呢 怎樣說好呢 我們是兩個 兩個陸架床 例如 四個人睡的兩個陸架床 然後再加一個電腦桌 是非常窄的 那之後呢 那就 就開始有些東西來了 話說 就是住那間酒店 其實我進去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是感受到有些 怎樣說好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一種感覺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或者可能有些人是有detect到這些東西 我不是太清楚了 那就是進去酒店那一下呢 你身體呢 會突然間有一下麻痺了 就是麻痺了一下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那種麻痺呢 你幻想一下 好像你 就是被很多螞蟻咬你的感覺 就是好像你拉屎 你手長期放在你大腿那裡 放太久呢 然後你的大腿就會麻痺 就是那種感覺 但是問題是 這種感覺是全身的 是突然間全身 好像被針刺了一秒 那時候其實也覺得 咦 這一間民宿好像有些東西 也覺得自己也不太舒服 那時候我就 立刻把護身符 就是放在那個袋裡 然後進去呢 我就分了一間房間 連同另外三位莊園 那之後呢 去到夜晚了 嘩 去到夜晚真是 好冷靜電 去到夜晚真是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畫面 那我晚上自己走了 即是自己走了去洗澡 對不對 那我就去洗澡的時候 糟糕 然後在走廊的時候 反正覺得不太對勁 就是那個感覺回來了 就是跟我進來這個民宿的時候 那個感覺 是強烈了很多 我一出來 站在走廊那裡 嘩 那一刻心想 不如我今天還是不要洗澡了好嗎 那幸好就是呢 那時候 就剛好碰到一些 即是那些參加者 然後就一邊聊聊天 那聊聊聊的時候呢 那大家順路地去 我又可以很快地去到那個玉室那裡 然後我就 便走完糧 然後回到房間 那我那天呢 不是那天 那天 基本上整團東西呢 我都是要負責做一些剪片的 是的 那間房間是有一個小桌子的 那之後我就坐在那裡剪片 是的 那之後那些莊園呢 我看到累穿了,不理會我,恐怖的事情就發生了 話說我去這個交流團的時候,即是二教團 我帶了一個行李箱和一個袋子 我帶的袋子是黃色的,黃到金黃色,很黃的 當時我坐在桌子的時候,我就拿著MacBook 然後我的袋子是放在我MacBook旁邊的 大家聽著,我放在我MacBook旁邊的,黃色的,很黃的 基本上,就算我剪片也好,做什麼也好,看著我電腦也好 我的眼角一定會收到這麼黃的袋子,很明顯 然後當我兩點半左右的時候,我繼續剪片 然後剪下剪下剪下的時候,我發現到我眼角看不到黃色的袋子 也算了,簡直是有一個人影,有一個人影 我看著我桌子上,我看著我桌子上,我看著我桌子上 然後我眼角看不到黃色的書包 然後恐怖的地方就是,有一個人影趕著我桌子上 整個人影趕著我桌子上,很害怕,看不到黃色的書包 然後最後,我突然很害怕,那時候真的馬上蓋上那張 MacBook 然後立刻再,因為我床在後面的 立刻跳下床,什麼都不要,立刻在床上膠著皮 正在叫自己不要想,好,那時候我是一整身出汗 手心的全部都會出汗,害怕到這樣的 然後我最後決定拉開那個被子,想看外面有什麼事 然後外面是沒事的,我也是看到我的黃色書包 但我看完之後我就不敢再走過去 你以為剛才那個恐怖? 剛才那個不算恐怖,最恐怖就是過了一天的早上 話說我們是兩男女的一間房 早上起床的時候,大家就是吹水和聊天 然後我房間裡,其中一個女生病了 本來她那一天就病了,所以她很早睡 她昨天就很早睡,睡在床上 昨天沒有病的女生,睡在床上的女生就跟我說 她就說,喂William,你昨天晚上的時候 有沒有在床上搖搖搖? 然後我就說,蛤?搖搖搖? 沒有啊,為何會突然看過她搖搖搖? 然後那女生就跟我說 她就說,沒有,我以為你晚上想看上床的女生病成怎樣 所以她感受到大約兩三點的時候 她在床上有個人在搖搖搖,在踩她的床 然後她就以為我踩上床的望上床的女生病成怎樣 就是想照顧她 然後我那一刻心想,不是吧? 即是你竟然感受到有人在床上搖 哇,屌你老美 其實我也害怕了一下,但我最後沒有跟她說 最後我就騙了她 如果你有看過直播,希望你原諒我 其實我那時我就跟那位女生說 其實我有上去看那個女生 但其實呢,真正的原因就是 我金管就沒有去過那張床 沒有上過,即是沒有踩過那張床 看過上面病的狀元 是完全沒有的 我只是很努力地在剪片 是更加確定到 我昨天一定有些事情發生 而我昨天,即是我昨晚剪片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黃色的袋子 是一定是有些關係的 之後我們就刮了幾天,就轉了這個民宿 當我們住在酒店的時候 第二件事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刺兩線,我以為已經沒有什麼 為什麼第二件事更恐怖 話說我就跟另一個男生住在一間房 我們當入住那間酒店的時候 那間酒店就很普通的 但一定比民宿好 很普通的 我一直走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自己 又開始感受到一些事情 那間是尾房來的 那時候我走到最尾房的時候 我也是有點害怕的 有種感覺是 不知如何形容 我站在門口面前 我有點害怕 但我又不敢跟男生朋友說 恐怖的事情就是在這裡發生 當我們進了房間的時候 之後 我的朋友就說要還回一些東西 給另一些莊園 他很快就衝了出去 只有我一個在房間裡 因為他以為很快就回到 所以他的門沒有關 即是打開了門 之後我躺在床上 一直看 看手機 一看一看的時候 我以為他回來了 我就看一看門的位置 因為他沒有關門 我看一看門的時候 有一個穿著白色連身裙 白色連身裙的女人 走過了我的尾房門 經過了 嘩! 你媽媽 真的是整個白色影 整個白色影 走過了我的房門 拖著行李 嘩! 我心想 我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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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想法就是 沒有理由 即是 沒有這個尾房 他可以去哪裏 我那一刻 是這樣想的 我心想 不理由 真的 出去看一看 好一點 確認一下好一點 現在我走到門口 那裏 我旁邊 即是 有沒有去到貼近的 我旁邊就是牆 來的 是牆 即是 你 不會有人走過去的 OK 但那間房間 沒有什麼動靜 我留意 每次出入 都看著那間房間 他不像是有客 即是不會像是有人 即是想了很久 即是畫面一直在路 深刻都不會突然間有個 女人突然間住在旁邊 即是旁邊不可能 一定是住在那邊 是的 最恐怖的就是 正當我們 check out的時候 不是check out 我就問那個counter 他就說 我對面那裏有沒有人住 接著那個人就說 沒有 你們住那兩天都沒有人住 嘩 混蛋 因為我那一刻是很想知道 對面 對面是否真的有人住 因為很想確認一下 我自己是否真的看錯 嘩 他那一刻真的 他還問我看了什麼 他那個counter的女人 問我看了什麼 然後我 oh no no nothing 然後我就真的走 嘩 那一刻真的 真的趕快走 不是開玩笑 嘩 沒想過 神經 原來我住了一段時間 就是 原來對面是斜對面 是沒有人住 OK 那就是我一開始看到 有個影子走過 那可能是那些 我不知道 突然可能有一個人 問中中 走過 然後反過來走 我沒有看過他反過來走 那個畫面 我不清楚 但是那一刻真的很恐怖 到現在我還是沒有跟我男朋友說過 OK 始終我住在尾火 大哥 我住在尾火不會有人走過來 你說我住中間 也有些人經過 很正常 這件事真的令到我黑骨銘心 那我今天就說了 就是 說了這些出來 希望莊園 就不要怪我 那我就真的沒有跟大家說過 在泰國旅行的時候 真的一句都沒有說過 那我就 最主要是影響大家的情緒 那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那我 那我 之後看看怎樣 再看情況 那我可能會再 說第三集的 就是關於 一些譬如 上班遇到的事情 對 上班那些還沒說 神經 就是 始終我們上班 經常都要住酒店 都會遇到一些事情 又或者是 我的同事遇到的事情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那這些事情 真的解釋不到 你問我 你覺得我迷信 不管怎樣也好 因為始終你親身經歷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有些事情就是 令我想起 又不想起 就是我解釋不到 給你聽 我不可以用 不過有極度度跟大家說這件事情 OK 但是有些事情你真的看過 就是感受過 你才知道 哇 大哥 真的 有些事情真的不開玩笑 所以 我這條黑曜石 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 這條黑曜石 我主要帶到很粗糙 我這個是要必備 不是開玩笑 所以現在就要 保持著淨化 多謝大家 收看我的直播 多謝大家 拜拜